十七世纪的一个统坪吧 秦画的 画的是一个武将 可能也是神仙 这个应该不是宗会 骑着一个碎兽 骑林也像狮子 也像个狮子 拿着刀啊 拿着一边手啊 这个画法呢 我就认为是崇祯的 他就没有动死 那种状况 郁静香 上面这些是郁静香 西方的 来自西方的文是郁静香 青花发色相当好 这个也是榆林 榆林草 礁石 看上去 青花是相当脆蓝的 明末清楚的 作品的青花都很难 平底 色底 平色底 他也是很白的 底足 画得也很精细 就是教师 一个武神仙 还是武将 拿着一把 一手拿刀 一手把拿着什么 这个统坪又好像是有点 有点变形 那个 那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